台塘花莲区处长期关怀社会弱势 经常来赠送生活物资给各单位 而在15号是结合了乡公所发送 重阳送爱光复乡低收入户物资 超过180个低收入户家庭受惠 受证的家户民众频频地自谢 而公所也特别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台塘的用心 乡公所人员忙着拆解包装物资 发送给乡内重低收入户 受证的家户民众频频致谢感恩社会的关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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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欢喜 嗯 阿姨也是 对 她一样 哦 这很受用 很感恩吗 感恩 从沙拉油 古物卖片 到罐头等 六样民生物资全都是台糖生产制作的产品 台糖华东去处经理林祥珍表示 台糖常年关怀社会弱势 这一次更善尽社会企业责任 结合相关所办理重阳送爱 捐赠爱心物资给光复乡低收入户 敦亲木林 重阳关怀 像这几年我们有每年都有跟华串基金会合作 那也是敦亲木林的一环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 华串基金会就没有再办理活动 所以我们今年就和光复乡公所合作 捐献一些物资 也希望他们能够享受到我们台糖产品 光复乡与台糖从早起到现在可说是生命共同体 这一次台糖的重阳送爱 除了赠送民生物资给光复乡 180多户的低收入户家庭 另外9月底 针对了乡内10个部落文件站 总共400多位的老人长辈 台糖也奔送爱心物资 希望老人长辈都能健康好生活 令乡公所肯定 回赠感谢壮来感谢 将近百年历史的光复堂场 敦亲木林 落实社会关怀 照顾弱势家庭 也获得地方各界的肯定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